秋天是种各种球根花卉的季节 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葡萄风信子 它的种球相对是比较小的 而且它是多年生的球根花卉 它一个球种上以后 一年就能够变成多个球 复花性能也很强 今年种了 明年还能够开花 它不需要低温春花 但是在夏季的时候 它会进入休眠状态 我们直接收球就可以了 到秋天在此待种 它开花的时候 跟我们知道的风信子 花形是一样的 都是一碎一碎的 但是它的花是比较小的 它的叶片也比较窄小 开花的时候是蓝颜色 非常的漂亮 它相对是比较耐寒的 能够耐零下10到15度的低温 北方栽到花园里也是可以的 如果温度过低的地区 可以稍微覆盖 也是能够安全过冬的 地栽没有问题 盆栽栽的花盆里 秘质绝对非常的漂亮 葡萄风信子有十多个品种 我这次买的这个品种叫做微笑 它开花也是蓝色的 它的品种不同在于花碎的大小 花的高度 我这次把它种到一个大的花盆里 将它均匀的 秘质的摆放到一起 这样开花的时候才会更加的整齐 开出来才会更加的壮观 间隔的话 尽可能在一只左右 当然了 你也可以紧挨在一起 复土一定要记住 不能复土太厚 只需要将它种球埋起来三分之一就行了 这样呢 它的种球在上面会比较好看 而且呢 现在这个季节连续阴雨天比较多 不容易出现霉球烂球的情况 所以这样直接栽种花 焦透水放到一个见光的位置 大约在过年期间就能开花了 对吧 在春季就能开花 只要您的温度高就可以了 因为我是住在花棚里 维度会相对低一些 所以说它开花会晚一些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去买一下种球 种球相对比较便宜 买一次就能够年级开花